哈喽兄弟们我是刘哥 今天来玩第三方厂家WT 旺财玩具所出的这款白色浪人 它对应的就是IDW的飘移了 那么这款产品的人形 非常接近铁技巧的那款飘移 但是它能够变形 变成的载具又非常像高智能方程式赛车 所以说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 但是价格599元的零售价 很多没有吐槽很贵 那么我还没有玩过到底做的如何 咱们今天直接开箱栏看一下 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厂家 所以说我今天希望以一个第一手上手的感受 来跟兄弟们分享一下 它其实是有附带披风的 然后两把宽刃刀跟一把长剑 以及这个主体了 来咱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新厂家第一款产品到底表现的如何 它这个保护措施做的还可以 咱们赶紧来看一下质感跟涂装方面 究竟做的是如何了 胸口位置这边透明部件 然后细节刻画还是可以的 然后它的这个白色是这种珠光漆 做的还是可以的 这边是有划痕的 这里是有划痕的稍微有一些可惜 然后大体上全身看过去质感方面 还可以对吧 还算是可以啊 这个新厂家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的这样一个厂家 整体的这个做工方面 我觉得中等偏上 满分十分的话 我个人是可以给个八分了 尺寸方面到头顶二十一公分 算上这里的话是二十三公分 这边拿出AMP10擎天柱来做一个比较 兄弟们一目了然 核心含量方面 这个部分 两个腰部这个部件 膝盖位置这里 整个腿部内侧 还有这个部件都是 不过重量并没有很重啊 392克 那么这边呢 也给兄弟们360度展示一下 这款飘移的整个外观造型啊 兄弟们也可以打一个分数 我个人是可以给个八点八分了 在兼顾变形的情况之下 有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那么它跟铁机桥的飘移 大概差距有多大呢 我这边拿出了一个镜像版本的 我没有原色版本啊 站在一起 哎哟 居然比它高了半个头啊 这尺寸方面我以为是一样的 那么放在一起整个身形方面 我觉得相似度大概有80%吧 毕竟铁机桥不能够变形 它肯定做得更加的夸张 下半身更加的粗壮啊 而这一次WT的版本呢 身形则比较匀称 没有那个样子非常夸张的比例啊 兄弟们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 可以来进行个投票啊 而这款飘移跟铁机桥最大的差异呢 就是在这个腰部多了这一块侧裙甲 那么这边的厂家也很聪明啊 把这个侧裙甲呢 相当于是做成了刀鞘的设计 这样子装上去之后呢 明显就不累赘了 我觉得这一点还算是不错啊 而这个宽刃刀的细节呢 就比较简单了 除了这边灰色的金属涂装之外 这边就没啥细节 另外还有一把长刀 这个长刀呢 同样也是没什么细节啊 也没有刀鞘啥的 搭载方式呢 就是可以把它安装在背后 我们首先先要装上这样子的一个部件 然后呢 再把这把长的这样的一个刀呢 给它插在背后就行了 这样子呢 就是全副武装的样式 这个样式呢 跟铁机桥的版本就更加的相似了 从颜值上来说呢 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然后是这一次附带的这个布袍披风 它这边边缘位置都埋了铁丝 所以说可以凹造型的 然后呢 这边边角的位置也都是 做出这种战损的效果 但是呢 首先第一点 这个布袍披风的尺寸太小了 很像一个小围裙啊 第二个就是这个布呢 实在是太新了 并没有做成那种麻布的效果 所以说那种浪人的气质啊 我个人感觉是差了点意思啊 那么可动性方面 首先头部抬头的角度这么多 低头几乎不能够 不能侧头 可以360度旋转 但是要小心点 头抬高啊 这边下巴是非常尖的啊 然后呢 来看一下这个头雕啊 我觉得刻画的还是挺帅的 对吧 手臂部分360度旋转 全身啊 都是没有齿轮关节的 这个难道也是仿照的这个铁机桥吗 然后呢松紧度 目前来看还可以了 那平台方面 这边根部可以上翘 加上这里 能够超过一点90度 二头肌360度旋转 手肘弯曲双段式的关节 手腕360度旋转 往内90度 往外也有60度 大拇指可以单独的活动 也能够翘高 这边呢 食指单独活动 后面三指连在一起 并没有做成超可动的手 这点有点可惜啊 腰部360度旋转 但是因为变形结构 所以说并没有弯腰跟侧腰 裙甲都能够挑开来 然后呢 前踢 哇嘎吱嘎吱的声音啊 正正好90度 后踢超过一点90度 侧踢也是超过一点90度 松紧度都是OK的 就是太难听了 这个关节 大腿位置旋转 膝盖弯曲 这边还做了一个连动啊 这边膝盖会凸出来 但是这块呢 就是有一些空洞了 角度还是非常大的 脚步接地性大概30度 至于垂力pose嘛 摆的就非常的勉强了 因为手臂太短 然后呢 也没有弯腰关节啊 可动性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这边简单摆这个pose 作为人形的结尾 这款产品人形的颜值呢 还是挺不错的 接下来来看一下 它的变形过程了 变形第一步 首先脑袋往后旋转180度 然后把这边翘起来 这个位置呢 用力地往后拉 把这个银丝的部件 给它抠出来 然后呢 旋转180度 肩膀后方 这边一个卡扣 用力地给它抠松 那这个样子呢 这个地方啊 就可以往这边折了 咱们呢 用手指从这边底下抠出来 然后把这个部件 你看 用力地旋转出来 然后呢 整个这里给它旋转出来 这里呢 再旋转过来 先给它放在这个位置 整个手臂 180度的旋转 把这个手掌呢 往外打 然后呢 弯折一下 然后利用这边的手肘的弯曲啊 给它直接这样子 往上折 然后呢 这边的这个手肘后方 这个位置呢 给它盖下来 再把这整个的手臂啊 给它推上去 收纳在这边肩膀里面 然后呢 再把这片给它折进去 这个轮子回复到位 然后呢 给它扣好 两个手臂变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边 给它往上折 然后呢 把这边这两个部件啊 给它用力地 往旁边拉伸 再把这边腰部啊 给它抠松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那抠松完之后 你看 整个的这里背包 就打开来了 现在呢 我们先把这个金属部件 你看 这里是一个滑槽 我们要用力地往右边推 然后呢 给它收纳上去 然后啊 我们要把这一整个 给它拉长 兄弟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里面呢 可以拉出这么长的距离 然后 这一整个啊 180度的 进行旋转 转的过程中 咱们要小心点 躲开一些位置 咱们再给它扣起来 那扣的时候 小心点啊 这边两根天线 一定要躲开来 你看 正好这两个天线呢 可以从这两个凹槽之中 伸出来 然后呢 来处理一下这个部分啊 给它拉出来 然后你看这边是一个滑槽 所以说呢 我们要先把它 用力地拉出来 这样子才能够腾出空间嘛 然后呢 再用这个手抵住这里 这个呢 需要把它推到上方来 这样子你看 才能够完完全全地 给它打出来 这个就是车壳的上方了 那这边呢 利用这边的球形关节 给它打上来 这两个部件呢 用力给它往中间聚拢 这上方呢 给它折一下 然后呢 左右卡扣 给它扣紧 这边上方 给它往上推 翻到另一侧来 然后呢 兄弟们看好了 这一块呢 我们要用力地往下推 然后呢 把刚才变好的 这两个手臂啊 就可以把它翻转下来了 哎 这个就变成了车尾的位置 然后呢 这边后方啊 是有两个卡扣的 咱们给它扣紧 然后这地方呢 也有卡扣 咱们给它固定上 翻到车尾的位置呢 这边呢 卡扣 给它扣下来 然后呢 这里也是一样的 给它扣下来 这个就是车尾位位置的 四个排气口啊 然后呢 这边也是有卡扣的 给它扣紧 这边上面也给它扣紧 那这样子呢 你看这边车顶盖 加上车尾的位置就变完了 这个还是有那么一点意思 对吧 特别是这块车顶盒的收纳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边侧裙甲 给它挑开来 先给它往上打 屁股这块 给它抠松 然后呢 这里给它往前折 这边呢 给它先折一半的 这个裙甲折进去 然后呢 整个这里 给它往前伸 转到另外一面 这边呢 给它往上旋转 180度 然后这边 给它往中间聚合 那么这个呢 就给它收纳在这边底下 这个前裙甲 跟后裙甲 就收纳进去了 来处理腿部了 旁边这边抠松 然后呢 给它折进去 这边卡扣 松脱 然后呢 整个这里啊 给它掰出来 里面也藏着东西 要小心点 给它全部都掰出来 把这个后面的一个 小尖刺的地方呢 给它翻进去 然后这边膝盖位置 给它扣下来 整个脚底板呢 旋转一下 脚后跟跟前脚掌 卡扣松脱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东西 给它翻折一面 这里有个卡扣啊 先不要扣上 我们再把这边旋转一下 把这一坨东西 给它撬起来 然后这里兄弟们看了 整个的给它 旋转180度 转到外侧来 那刚才 腿部外侧这个东西呢 就给它翻进来 这个部件 也给它翻进来 这里你看 是一个滑槽 咱们要给它推到底 然后呢 这个腿部啊 继续给它 收纳进去扣好 现在把这个前脚掌呢 给它收纳在这边底下 然后刚才这边 翻过来的这个部件呢 咱们就可以把它 扣在这里的卡扣了 然后脚地板 这个地方 记得要给它折进去 利用双关节 揉搓这个后脚跟啊 拼在这个地方 这边大腿位置呢 你看 不断地揉搓一下 这边就出现了错层了 而这边有一个凸起啊 跟这边的凹槽 形成一个结合 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腿部啊 往外侧旋转 然后呢 这边就直接给它打上去 那么打的同时呢 我们再把这边啊 给它旋转 这个就是人形的这个 侧裙甲的部分 给它旋转一下 然后给它推上去 利用这边的关节啊 你看 就这样折进来 那兄弟们看好了 这里呢 是有凹槽的 给它扣下去 车头这边呢 是上下的错层 这样子给它扣好就行了 我们把这个腿啊 给它用力地 给它打上来 然后那另外一边 也是一样的 给它扣上来 这边底下呢 你看 有一个卡扣 记住 一定要给它扣紧 车的侧面呢 有一个梯形的卡扣 上下的 给它扣合住 就非常紧了 然后这地方呢 也有个卡扣啊 也要用力地给它扣上 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的 车头灯的位置啊 给它旋转过来 然后呢 这边球形关节旋转过来 可以看到 这里是有两个 凸起凹槽的 给它结合住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个小部件 给它抠出来 然后呢 盖住这边的球形关节 好 那这个样子呢 这款飘移的载具形态啊 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整个变形过程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不过变形手感方面 不算非常的好 主要是这款产品 有一些的卡扣 真的是非常紧 还有一些尖锐的部件 很容易扎伤手啊 所以说要小心点 那么这个载具形态啊 兄弟们打一个分数吧 我完全可以给一个 9分以上的高分啊 非常像是高智能 方程式里面的 阿斯拉达 对吧 非常非常的帅气啊 这个颜值真的是好高啊 而且包裹度呢 也是很强的 从上方来看呢 也没有太多变形 所遗留下来的一些盒缝 除了就是这边 有点明显之外 其他的车头啊 什么的都密合的很好啊 侧方来看一下 底盘也不会显得很厚 车头的感觉 真的是很棒啊 哇塞 车尾呢 也没有什么毛病 底盘的收纳 基本上也看不太出来 人形裸露的部分 都是很大的平面 所以说啊 这款产品的整个 载具形态的表现 我还是很满意的 但可惜的就是 这款产品的滚动性 你看 经常前轮跟后轮 它都不能够同时的滚动 虽然说是橡皮轮胎 但是呢 滚动起来啊 你看 是有一些蹭地的 而且呢 由于变形的关系 所以说你看 它的前轮 特别是后轮啊 特别的薄 这块也是比较遗憾的一点 细节方面简单 来看一下吧 这边四个车头灯的位置 都是透明部件 然后呢 进气格山 也有一些细节的刻画 然后呢 这边透明车窗 能够看到内部 这个就是前裙甲 跟后裙甲 收纳在这个地方了 如果能够全涂黑的话 比如说像这边 这样子就更好了 然后这边车窗的位置 很明显 你看 是有一个圆圈的 有一点这个胶的变形啊 这点是比较扣分的 侧方这边的隐藏啊 我觉得做的也是很好 这边是人形膝盖的位置 翻一面呢 就变成车的侧面了 这点挺不错的 车尾灯比较遗憾啊 并不是透明部件 至于这些武器呢 在载具形态下 就不能够搭载 当然了 这个搭载的话 完全破坏了 这么漂亮的载具 我也不愿意啊 所以说这款产品 我个人认为 人形 载具 还有变形 都算是不错 变形的手感 略微弱了一些 主要是卡扣 非常的紧 不过呢 这个卡扣紧啊 也是带来了 非常完美的载具形态 所以说啊 各方面的表现 算是还不错 不过 599块钱的价格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贵啊 如果是480 460左右的话呢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 我心里预期的 就看兄弟们 你们自己的抉择了 OK 今天视频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